在互相指責聲中訴諸表決 最後在現場國民黨籍 五黨籍以及親民黨籍市議員聯盟 以15票支持 五黨籍議員一票反對下 通過這筆由基隆市環保局 提出電動機車5億元追加預算案 民進黨籍10位議員 則是退席表達抗議 最後一刻沒有參與表決 在激烈的討論過程中 反對的議員認為不用太舊 也不用做公益 只要符合一定年齡和資格 就可以申請電動機車 已經違背當時的初衷 那為什麼你既然都已經可以完全無視於公益 完全無視於太舊換新 為什麼還是有年齡限制 你這個部分不覺得很矛盾嗎 然後編了5億元 我們確信說這樣的一個狀況 跟當初我們通過預算時候 必須要服公益 必須太舊換新 而且必須是青年 有一個正當合理的一個理由 否則的話這一筆5億的預算 我個人認為應該要全數刪除 你說鼓勵基隆市民 加速太舊老舊燃油機車 你上面說鼓勵 但你後來說七月你決定強制啊 那你現在鼓勵青年公益 要不要改強制青年公益 如果你願意強制還是要做公益 我願意通過這5億的預算 現在只能減碳、碳排的話 其實不是電動機車啊 現在不管在國際體制 還是在血體上面 根本就把電動機車排除在外 現在大部分都是獨立做大送運輸 當電動機車失控時 市府應該先反省 規劃是否充足 而支持預算的市議員則認為 經過市政府滾動式的調整後 電動機車申請數量大增 也符合中央政府積極推動的 節能減碳的目的 用滾動式的方式來繼續往下走 那也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這個市長 市政府也說要5萬台 那現在走了又改善了以後 往前滾動以後 覺得這個案子方式不錯了 很多民眾來支持了 那我們現在要砍這個預算 沒有道理吧 一開始的100台申請量 到後來已經變踴躍了 那我們一直的接受大家的建議 去調整為大家更適合的政策 那調整到最後 要用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預算刪掉 況你變了怎麼做 既能配合國家人員政策 又可以促進我們地方的這個 機車的太舊喚星 我們基隆市並不是最高的 而且4萬元 你看像是桃園市 不是我們的其他的直轄市 所以說在這裡 本席是非常支持這一次編列的預算 那謝國良市長的目標政策是什麼 希望基隆能夠達到5萬台 5萬台代表什麼 5萬台的話就是 我們的市占率可以達到27% 比較能夠接近中央政府的目標 請問這樣的市長 這樣的政策 我們不應該支持嗎 我們預算當初是希望也讓市政府 希望能夠放官條件 繼續是執行這個案子 大家都沒意見嘛 當初應該都沒意見嘛 那現在他正式要執行的話 一下子砍 又要把它砍光 又一下子又殺預算 他怎麼執行啊 1050年我們就要敬您探牌 所以說 像中央也常常在講 超前部署啦 前瞻計畫啦 那基隆當然也是要啊 另外五黨籍市議員陳冠宇 則是反對追加5億元 經過他的計算 只要3億多元就足夠 去年我們已經通過了3.6億 今年只要在追加前預算過3億之後 總共6億0500萬 就足夠支付1.0跟2.0 雖然在環保局長馬仲豪 以及市長謝國良等人說明後 雙方議員還是僵持不下 我們尊重議長的才識 但是也希望說有基本上有足夠的經費來做一些使用跟運作 我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謝大家對於這個案子的關心 最後在吵鬧聲中外加退席抗議下表決通過這筆預算 而另外一筆同樣由市政府環保局提出的2億元電動機車追加預算案 同樣經過支持和反對議員們熱烈討論後 最後決議刪除600萬元委辦費 電動機車兩億元預算 三減行政費委辦宣傳費等預算600萬元 附加條件 僅能作為燃油機車貸款專款專用 第二點 請正風處於8月臨時會前江永景公司調查結果送至本會 以上 而在審查2億元以及5億元這兩筆預算案中 議長同志委宣布利用中場休息時間讓各黨派市議員協商如何取得共識之外 自己也穿梭其中進行協調 同樣市長謝國良也親自下場和支持的議員們討論如何保護預算過關 特別是先討論的2億元追加預算被刪除600萬元委辦費後 在隨後討論的5億元追加預算時 市長謝國良重新凝聚支持的市議員最終表決通過5億元的預算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